你重建处女膜的疗程 一般如果处女膜你是初次 可能干裂伤或是理性行为几次 是新鲜的伤口 那我们有一种就是生物胶 可以帮它做粘起来 就有点像快干 但是它是生理性可以用的 那可能过了一两周 那个胶会自己脱落掉 然后粘住的伤口它就会自己长起来 但是这次必须是一个新鲜 比较是近期的 不能太久的伤口 那传统的话大概我们就是 处女膜的修补术 我们会看它受伤残余的部分 我们会做修补 修补的部分我们会缝一针一针 把它那个残余的部分 组织带进来 用的是可吸收的线 那线的部分是隐藏的是看不出来 膜也缝到的可能就是剩下一个小洞 大概一公分 液晶可以流出来 那伤口整个粘好的时候 它再次信息为的时候 就可以出现它想要的落红的状况 刺合就是处女膜可能有破裂的 那它有一些需求 比如说宗教的需求 或是另外一半的需求 那另外它有可能是小时候受伤的 它觉得它有这样子的遗憾 或者是说像骑脚踏车骑马 受伤的 并不是它的第一次献给它希望的 那个男生 它有这样子的遗憾 它可以做这样子的修补手术 嗯 各个年龄都可以做 那我们会看它残余的部分 然后就让它做 做就是细微的修补 那如果说它这个性行为 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所以像刚刚讲的生物泥胶 就可能比较不适合 我们就是需要用传统的修补手术来做修补 手术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一些麻醉 那有些人他不是很紧张 我们可能就局部拿麻醉 我们就可以做缝合 那比较紧张的我们可以采用梳棉 可能让它睡一下 那手术半小时就行了 那它可能再恢复 就是再休息个两三个小时 等走路不会晕就可以回去 那术后的话 伤口并没有很大 然后疼痛感也很低 所以术后疼痛感实际上还好 那针对比较敏感会疼痛的 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些口服药 那过了一两天 那疼痛感几乎就是都没有了 比如说在做银醋里膜修补之前 你可以做个阴道紧实雷射 你可以让它做过就是有过性行为的阴道 它可以稍微再紧实一点 所以那另外一半从处女膜撞破到阴道诊断的时候 它会感觉就是更真实 那另外的话如果说要做阴道的手术也OK 除了雷射也可以帮助阴道紧实 手术的部分也可以 但是病人做都OK 所以我们可以从阴道的那个紧实部分先做完 手术做完然后再把我们处女膜的病状做缝合 所以手术的过程中病在一起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顺序必须要阴道的紧实手术先做 或是雷射先做完 我们才能再把它的处女膜做缝合 因为之后就不能再进去了 性行为的话至少要三个礼拜到一个月 那如果真的很急的话 可能两个礼拜我们看一下伤口 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性行为 它可以回诊给医生判断 那OK的就可以跟另外一半月一个前例的时间